嗨,小伙伴们,这里是这两天高产的林佳 那么我们,其实这一个主题是我想做很久很久的了 就是和复合相关的 是我怎么才能和他复合呢 然后我先说一下这一个系列包括 但不限于分手,冷战,然后断联 就是任何你想要和他在一起 就是你们现在还没有在一起 但是你心里有一个想要和他在一起的人 都可以来做这一个占卜 然后我们这一次采用的方法呢 就是说,就是还是这些牌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牌 但是我们也会都是同时用占卜和通灵的两种方式 然后在那个塔罗的过程中 我也会就是有时候会去通一下 去连接一下牌面 然后,哦,对,我再说一下就是 因为我看其他很多up主都会说 还有包括有的小朋友会在后台问我 就是我是支持任何方式恋爱的 对,就是对任何性向的恋爱我都是支持的 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接纳 然后在这里,要在这里夸一下我的soulmate 他,因为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的这一个观点跟我很相似 所以我才决定跟他继续交往下去 对,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下和我双生火焰的故事吧 然后,其实我之前说我不想复合了 但其实还是,还是想,还是在 嗯,那么,对,我今天就是在洗牌的时候 洗这一套牌的时候掉出来了这一张 然后这一张牌呢,是先爱你自己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整个占卜的基调 所以说我会把它放在,放在,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吧 大家都看得到,今天的基调是先爱你自己 就是不管是你在单身,还是在一段关系之中 你所要,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 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活成真正的自我 然后别人爱你,也爱的是真正的你,明白吗 所以说要先爱你自己 先自沉稳,而后爱人,是吧 那么,然后我们今天选择塔罗牌呢 我们是,嗯,这样三副牌 就是三组,三组小伙伴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你们的组 就是我每一组用一副塔罗牌来占补 然后这里是有三组,然后三组配上这几副牌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开始选择 如果说你不会选的话,我还是用一下小物件吧 但是我这里真的是太匮乏了 但是我这里真的是太匮乏了 这里用一个这个口红 这里是一个Mossi之前送我的精油 这里出镜了 然后我看一下 对,然后这里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墨水 对,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借助来选一下 不过我相信你们其实对这些牌都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的那个维特塔罗 这个是我们那个明日的指引的里面的那一副牌 花枝精灵塔罗 这一副是我专门也是也是经常就是我的视频里面出镜率非常高的一副牌 我非常喜欢的日光月花塔罗牌 好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解牌吧 这三个第一组 不是第一组 就是先剪这一组 嗯,那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用灵板疗愈一下 就是选择这个日光月花塔罗牌的小伙伴们 希望你们都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好,这次主要多的是清理 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吧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因为其实刚刚我已经抽过两张牌了 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解的就是 解的不是很好 然后我又重新再次连接了一下这两张牌 嗯,这张牌就是我先问的是你们发生了什么 嗯,我本来想问的是你们之前的感情中发生了什么 我想找到你们分手的原因 然后给我掉了一张月亮的逆味 嗯,但是我我刚刚连接了一下 就是它的正位的话是一种在迷茫沉思的状态 然后,但是,嗯,我刚连接了一下 我觉得它的逆味其实代表着你们现在你们双方都已经有一些想清楚了 就是对这段感情已经有一些了 有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认知 不管是做的好的还是做的不好的 嗯,你们都已经有了一些自己心里比较明白了 比较明白的点了 就是说成长了吧 嗯,然后这一张牌呢,我是问的 嗯,我们这一方就是正在看视频的这一方 能够做些什么 出现了女皇的逆味 嗯,那女皇的正味呢 是,你看它是一个 这样一个非常自由自在 活泼可爱的一个形象 非常的自我 那它逆味过来了 就是说明,嗯,你可能在这段感情中 你需要改进的就是不要再那么的自我 就是说有一点像那种小女孩 从小被宠爱长大的 嗯,但是这样的人就有一点不太 就是大部分吧 不是说每个人 就是说会有一点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什么事情把自己放到第一位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意识到这个了 嗯,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一点吧 更加成熟稳重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提示 这张牌想出来 嗯,这张牌在很多塔罗诗的那个 詹博士的解读里面 它会是一张和欺骗有关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连接一下 看看是不是欺骗 嗯,这一张我觉得说的是你们之间 嗯,就是你们双方或者是 嗯,其中一方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状态 就是可能是说 嗯,过去的感情或者是 你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还有一些你们比较难以释怀的一些伤害 或者是你们难以向对方 谈彈彈录的一些东西 一些属于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吧 嗯,对 所以说这张牌在这里 它不是代表欺骗 也不是代表 嗯,它是代表隐瞒 但是那个隐瞒 那个隐瞒是可以值得被原谅的 就应该 应该 应该说是应该被原谅 应该被包容的一个一种隐瞒 就是是个人都会有自己心里一些创伤嘛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不管不仅你也有,然后对方也有 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去善待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也去善待对方的阴暗面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命运之轮 那命运之轮的出现呢 命运之轮这两排的出现 它出现在这里 它是要告诉你 嗯,你现在应该很快乐的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然后,嗯,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它们,你看这上面的动物都非常的悠然自得 然后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个狮身人面像 它就像一个真的狮子一样 趴在那里,活在当下 然后,你看这个鳄鱼它也非常的开心 就是说,嗯,命运之轮它让你非常快乐的 呃,自由自在的去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为什么这样呢 嗯,因为它告诉你前面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是值得去期待,值得等待的 嗯,就是值得你现在很快乐的去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就先按你自己嘛 嗯 然后看一下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啊,好多的牌 啊,既然这张牌出现了 嗯,新币国王的另一位 嗯,新币国王的另一位 嗯,现在这是一个整顿期 这是一个整顿的时期 不管是对于你还是对于对方来说 都是需要你们自己 你看如果说这个另一位过来了 他会,国王会掉下来 他不会再骑在那个 这是一个马 他不会再骑在马背上 但是他掉下来 他也不会大乱自乱阵脚 嗯,而是会思考如何再去行进 如何再去朝着他自己的目标前进 所以说现在你们应该说是 嗯,更多的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 然后更多想着怎么去提升自己 对,因为他让那个命运之轮 他让你快乐的生活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 需要去做的就是 这次多多思考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 如何让自己重新快乐起来 如何重新提升自己的频率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那个 宝剑王牌的另一位 那他如果是正位的话 代表他是 现在是有一个一项进行的计划 然后他准备去开展这一项新的计划 但是他另一位过来了 他现在其实 嗯 嗯 我觉得是对方他现在在 自己的事业上 在他的事业上或他生活上 还有他的一些计划 他可能有一些计划被打乱了 然后他不得不重新去整理 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现在也是处于一个 比较犹豫的时期 就是不管是对于事业或者是感情 对,他都会有一些 因为刚刚才从这个迷茫中走出来嘛 所以说他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自己 这个不仅是你要调整自己 他也要调整自己 所以说他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一下你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 感觉这张牌,哦,他果然掉出来了 Power 心碧四 心碧四 心碧四的逆味 嗯,他的逆味是 你 这个是能量 哎,这个是能量 其实意思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能量给他 那才研究出来 那个人际关系就是能量的交换 其实就是说你 你能量高了 你提升了自己的频率 提升了自己的能量 那么 那些能量比你低的人 因为水往低处流嘛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能量低的人 他就 他可以来吸你的能量了 但是 这里也是一个良性的告诫 一个良性的告示 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可以把能量给他 你们可以给他一些力量 对 通过一些方式给他一些力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通过什么方式 有什么 嗯 站车的逆位 站车的逆位 站车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位置 这是你要为他做的 那意思就是说以后 叫你不要再那么强势了 而且就是你看这两头 两头牛 它们的方向都不一致 其实这一张牌是一个 有一点盲目的一个 一个象征 一个真相 嗯 那么就是说 就是说 他逆位过来了 这个人他会去思考 怎么去控制这两头牛 让他 让他就是 让他们俩一起 朝着一个目标去前进 这是第一 是你需要去做的 你需要去思考如何 让你的 如何把你的能量给到他 嗯 但是 但是这个又不能违背前面 前面就是 高龄给你的提示 让你快快乐乐的生活 你不能说把自己抽干 耗尽的去攻击他 这个是非常的违反宇宙 宇宙法则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他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张牌是一个很强势的牌 现在这个年代呢 很多女孩子就非常的强势了 嗯 就是说你们可以收敛一下自己的性格吧 在这方面可以下一些功夫 有一些努力 还有就是说温柔 温柔的去对待对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提示 这张牌 这张牌 Change 为什么是这个的 为什么是这张牌的正位呢 那么也有可能是你或者他身边出现了别的选择的人 有别的选择的人 或者是别的选择 就是选择你还是另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因为看视频的是你 就是而且我所问的都是你能为他做什么 你能在这段感情里面做什么 那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大可能是你身边出现了别的选择 就是让你可以选择一下 看是去另一个人身边还是和这个你自己想的人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你都花精力来看占卜了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爱的序语卡吗 爱的序语卡说选择爱 用爱去进行选择 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张塔罗牌 给的提示是什么 综合结一下 力量 力量牌 好 好的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去选择用一种非常有智慧的方式 嗯 然后去挖掘出你 我想一下怎么说呢 挖掘出你自己内心的力量 把你的能量给到它 然后 但是你也不能说去违背自己 哦 对这里 这个选择出现在那个命运之轮的下方 这一切一切都不是 一切都不是偶然 都是必然 它出现在这里 它告诉你选择快乐 选择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然后你看这个力量牌出现在那个心碧国王的下面 心碧国王我们刚刚说了是 它是要去 它是要沉下来思考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方 对方他现在很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你不要去打扰他 但是你可以帮助他挖掘他自己内心的力量 这个方法就有很多种了 大家如果 大家很多人都是 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是已经走在神秘学的路上了 是吧 你们可以用很多方法 比如说调平呀 你看就是用灵白去调平 然后 嗯 还有就是祈祷 点蜡烛嘛 祈祷各种各样的方法 写吸引力日记 吸引力日记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显化的很快 就是说你去祈祷那个利他的时间 就是你去祈祷他变得很好这样子 嗯 然后 你看这个战车 战车的那个 另一位出现在这个保健器下面 就是说不要太强势 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对方 有的时候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负能量嘛 负面的 有的时候可能说话会伤人 真的说话会伤人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一下 就是不要上头 这战车的逆位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上头 不要上头 保持理智 用一颗包容的心 用一颗充满爱的心 去看待 嗯 那么 对 然后这个力量牌出现在 哦不是这个 这个 心臂四出现在 女皇牌 你看这是三 这是四 就是说你要打破你的舒适区 打破你的舒适区 然后 然后 去提升自己 啊我们每次都说提升自己 难道我们现在的自己就不好吗 就肯定不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 才能够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但是呢 但是呢这样一张牌的出现 它不是说就是 它不是说震过来这个人间小可爱 就不是你了 而是说去寻找到一个更为负责更为冷静的 睿智的你自己 嗯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浪漫天使卡 浪漫天使卡 这张牌相出来 这张牌相出来 嗯 叫你释放掉 释放前任 哦 我今天做星座运势也 也抽到了这张牌 但是我觉得 这张牌它所 说的释放前任是说 它是说 它是说让你去释放 你们关系里的负面的能量 对 我抽到这张牌 我不是说 还有就是说 嗯 你之前 如果说你之前有在这 这一位之前有谈过其他的前任的话 嗯 还有包括之前有的人会欺负你 或者是别人对你造成的一些负面情绪 负面的能量 储存在你的体内 你需要去释放的是这些东西 嗯 因为我们在每一段关系之中 它所就是是外境所引发出来的 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嘛 我们的情绪如果释放出来 那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情绪都不会被引发了 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上头 然后这个是天使要告诉你 你是可爱的 你本来就很可爱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你 看到你自己的可爱 嗯 我们 我们不仅是女性吧 我觉得男性也有 我们很多人现在已经丧失了 让自己快乐的能力了 其实让自己快乐就是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的发展 顺其自然的发生 什么叫高我 所有发生的事件 都就是高我 就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去接受 那个就是高我安排的 这个就是高我 嗯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爱的序语卡 爱的序语卡 给我们这一组的小伙伴什么建议呢 聚焦与爱 今天好像也出来了这一张 好像 好像都是在同一组 好像是在天秤座的那一组 聚焦与爱 从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身上 发觉他们正向美好的特质 嗯 来我这样子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释放掉过去的那些 就是你看所有的X 所有的X 你都去聚焦他们身上那些 那些爱 充满了爱的部分 你之前遇到的每一个人 包括现在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去聚焦于他们身上 对你好的 你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好的那一面 聚焦于那一面 就把所有的精力能量去和那些 那些就是好的 让你感觉非常舒适的能量去进行连接 就是把你自己的能量和好的能量进行连接 和好的能量进行连接 然后就是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 你是可爱的 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非常爱你的 那些他们就是对你说的负面的话 对你做负面的事情其实不是他们愿意的 而是他们的内心都有黑暗的部分 有他们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有阴暗的童年吗 都会有一些阴影的那些东西 对 然后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天使讯息看有什么奇事 这一张 Servender 26 沉浮 时间正在加速的流逝 让转变的能量得以将那些已经阻碍你成长许久的人事物 或是你能够带离开 意想不到的事件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这些变化会为你和牵涉其中的每个人带来真正且长远的益处 观察生活里哪些地方是特别需要进化 你是否紧抓着一段难以结束的关系 你是否成为过去的俘虏 活在回忆的监牢里 现在释放掉这些痛苦经验的时候了 陈服于神圣秩序的安排 允许业力的纠葛告一段落 即使在经历天翻地覆的时候 请保持信任 真相是你正在脱离禁锢你已久的漩涡 进入一个充满自由的新世界 大天使夏米尔 大天使奇景文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在心里就是默默的去 你们可以把这个大天使奇景文抄一下 在自己在心里去向大天使夏米尔祈愿 这个是让你沉浮 沉浮就是我们我们刚刚说的什么 什么是高我 就是上天给你安排什么事情发生 你就按照那个事情走 那个就是沉浮于高我 你如果说想要去勉力而为 溺水行舟 那就不是 那就不叫沉浮 在心里的法则里面也有说到沉浮对吧 然后这个你看 这里出现了沉浮 这里出现了命运之轮 然后还有一个选择 其实说 其实让你沉浮 不是说让你 不是说让你去 让你去违背自己的心意 反而是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 什么是正确的 正确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是爱 叫你聚焦于爱 然后呢是要怎么样 你要去选择那个 你要去选择爱 选择让你快乐的这样一个生活 选择去倾听高我跟你说的话 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先爱你自己 你要去选择先爱你自己 然后这个智慧神域卡 我们就抽一张牌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蛮喜欢这一幅牌的 我们抽一张牌给大家一个祝福吧 请高林给大家一个祝福 就这张牌吧 第一张 咦 哇 好漂亮的一张牌 我们去连接一下 看看高林有什么想要跟你们说的 嗯 嗯 高林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阻 不要去阻挡 嗯 很多事情的发生 就是不要去想着去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 每件事情的发生 都是他有他精密精密计算的一个安排的卡点 你你会在后面回头 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这些 这些可以说是宿命的安排 这些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安排 好吗 然后那我们这一组 日光月华塔罗牌的解读 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能够帮到你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了 然后我们是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 接下来第二组 第二组 第二组的话 是这一副 好像是这个 Mossi的这个精油 还然后是花枝精灵卡罗牌 不是第二组 我就老是喜欢说第二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这张牌 其实想出来的牌好像蛮多的 女祭司啊 其实你们是非常契合的一对 你们在精神 在精神 还有生活 然后三观价值上 各方面你们都是非常契合的一对 就很像是很像是灵魂伴侣 你们之间的一种感觉 那但是你们为什么会分开呢 我来看一下啊 为什么会分开 哦 因为现实而分开 那这个现实的话就有很多了 我来连接一下这个牌 看看具体是 因为什么样的现实事件 还是有一方感觉的 是银吃的压力太大了 会觉得 即使是肮肉肌 天使可能不会允许你们在一起 哦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一张牌呢 是我在洗牌的时候 哎 我好像是刚刚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有说过 这个先爱你自己嘛 我就放在这里了 我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 我还要再说一遍吧 这个是在我最初洗牌的时候调出来的 我觉得是天使在提醒我 今天我们占卜的主题就是他 先爱你自己 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 对 然后就是因为现实嘛 它有很多种比如说金钱呀 经济呀 然后或者是说精神上非常契合 但是那个身体上可能 然后你们懂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所谓的异地恋呀 异国呀 还有就是什么父母不同意呀 这种各种各种各样的 我刚去联系的时候我也没有问清楚具体是为什么 但是塔罗还给的提示就是和现实有关的 现实没有得到满足 那我们看一下你可以做什么呢 它掉了两张牌出来 我就用两张牌吧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这是这是那个宝剑骑士 宝剑骑士和那个权杖侍从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勇敢地去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人 高龄建议你勇敢地去把他追回来 对 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 嗯 拳权杖 权杖是从 他是一个年轻人嘛 他可能做事情就 比较就是不会想太多 对 然后那个 宝剑骑士也是 宝剑骑士做事情也是比较 嗯 果敢的这样一个 就是冲啊 骑在那个马上 大家知道吧 就直接冲啊 就是其实高龄 他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现实 就是所谓的现实 是不会对你们 真正造成阻碍的 这是一个女祭司的牌 女祭司牌 就是你们 你们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适合的一对 非常有连接的一对 就是这些东西 他出来 他是为了给你考验 他不仅让我想起来 我最近在看那个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吗 里面就是在 开篇圣地亚哥 他遇到一位老国王 老国王告诉他 告诉了他什么是天命 就是每个人 其实从小都会知道 自己天命是什么 天命其实就是 你最喜欢的那个东西 你就是从小就莫名其妙 你就是喜欢他 比如说其实像我小时候 我就是喜欢画画 我就觉得我长大 一定要画画 然后其实那个就是属于你的天命 还有包括我小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我就 我就感知到了我的 soulmate 其实就是我twin flame 双生火焰 我就一定一定要找到他 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的天命 然后但是在你逐渐长大之后 世俗 现实 这个世界 他会给你施加很多东西 生活 他会告诉你 你那个天命啊 你想要的那个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伪装 这些都是考验 这些都是上天安排过来 就是试探你的决心 如果说你的决心不够坚定的话 你也不会给自己锻炼那么大的能力 去完成这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一定要去听从自己的内心 好吗 然后我来再抽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提示 这一张牌吧 宝剑4 那我觉得这一组小伙伴呢 其实你们还是有一些受伤的 但是我需要去连接一下这张牌 你们现在是有一些茫然 我看到你们 就是你们很想知道怎么去做 但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就是这张牌呢 在维特塔罗里面 他不是一个人躺在四把剑上 不是三把剑对着他 一把剑在下面嘛 是一个石化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花枝金灵塔罗 他的这个牌面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去解读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迷茫 就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虽然说你们也很想 很想去打败现实 把你们的王子和公主救出城堡 但是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去做 那那我这样子我来看一下他的状态 对方的状态怎么样 怎么又是两张呢 那我还是两张嘛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状态 全照皇后 其实他现在还是 还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其实他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 再看一下这一张 哇 皇后 皇后牌 我需要去连接一下 看一下对方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需要去连接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对方的情况现在不是很好 虽然说这两张牌是正位 但是我刚刚通过去连接的话 我感觉对方现在是一个比较 比较虚张声势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就是他好像表现的他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他也这样去做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其实他确实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他也知道什么对他对你们都是最好的 然后他也会去这样去做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过自己心里那个坎的 就是他自己心里有一关他没有过 嗯 比如说 就是懂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比如说妈妈跟你说什么东西 就是跟你说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真理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去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话 你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现在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牌出现 我觉得他这个人 他的内心是非常傲娇的一个人 他内心住着一个小公主 他是需要别人去宠着 去别人去哄他的 因为我刚刚看这小女孩从这上面跳下来冲啊杀的 嗯 就是他 他现在可能是比较回归内在小孩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吧 他也在找自己 他其实也是在找自己 然后嗯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双生火焰的话 我觉得那对方 不管是不是双生火焰吧 你们反正起码你们是一对恋人 这其实是一个二排 你们是一个恋人 这个像不像双子做的那个双子的符号 那么在那个透特系的塔罗里面 双子它是代表 第一它代表双生火焰 然后也代表恋人牌 对 它是那个阴性的一方 在你们一段关系是太极分两银 两银是阴阳 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它是那个属于阴性的那一方 它是需要去红折的 它是提供阴性能量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能为它做什么呢 对然后这个人他现在还就是 嗯 他现在非常的去追逐物质 不是追逐物质吧 他想要去打败这个现实 像他拿着盾牌 他想要去打败现实 但是呢小姑娘 小公主 小公主是用来呵护的 如果说 如果如果说 它就是非常勉励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它会被现实打败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能为它做什么 这张牌相出来我知道 保健二 保健二 去连接一下 这张牌其实它有告诉我 你们要去向它展示一些真理 我虽然说我不 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现这张牌 而且 而且给我的连接是 就是你们要去向它展示那个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想着去那个打败现实 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打败了 真理是这个 意思就是说要臣服于高我 但是为什么出现这张牌 我需要再给一些提示 保健10 它如果震过来的话 这是在如果震过来呢 这是强颜欢笑 如果说逆威过来的话 就是做自己 去应对自己内心的 我好像有一点明白了 嗯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是它 这个是这个 它在那个年轻的侍从下面 这个要去面对它 然后这个人是它 也有可能它 它就是你的对方比你年轻 对要去回归到童贞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对然后这个就是 这两个是一组嘛 就是你不要去逃避 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是逃避的一方 但是你不要去逃避 你要勇敢的去面对 你要向它展示 什么是真理 你要向它展示 这一组牌的 带给你的东西 就是说 去面对自己的伤痕 面对自己的伤害 可能你们的分手 会让它也伤 就是 会让它也很受伤 但是第一 它必须去面对这个 然后第二 它必须去面对自己 它现在还是一个 有一点点没有成熟 没有 就这个是它嘛 这个也是它 然后它现在是 有一点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 它现在内心 它是一个权杖侍从 但是它现在 又做着权杖女王做的事情 就它还没有成长到这个地步 它还 它还没有能力去打败现实 其实如果说 你们俩能够合力的话 你们就能够打败现实 双生火焰如果合一的话 就 就没有 没有什么现实的事了 能量是 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好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 看看 有没有什么歧视 掉了三张呢 可能不行 这一张牌 全杖五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全杖五呢 全杖五呢 这里我链接到的是 我链接到的是 这个小女孩她跑了 然后这几朵花在下面有一些纷争 但她不管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 不要太 不要太在意 不要太在意外界嘛 不要太在意纷争嘛 那也有可能是你们俩 比较势均力敌吧 你是 你应该是属于这个 这个风元素比较多的一方 对方是属于火元素 但是对方又是 或者是 或者是你是属于火元素 但是这个我们问的是她的状态 那我觉得 其实能量之间 有一些互换 就是能量之间 它不是那么固定的 就比如说 对方是男的 但是他此时此刻 它是一个阴性能量的体现 但其实本来的那个女生 真正的阴性能量 应该是你 就是说 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就是有 有一方是 风向的元素 有一方是那个火元素 比较多的 火元素多的那个人 他比较喜欢斗争 对对对 火元素多的那个人 他是有一些不成熟的 然后他还 他还容易挑起争端 但是他告诉你 就是有了争端 就是 哦我知道了 如果说你们之间 有一些争执 有一些争吵的话 高龄是建议你们 不要太过于在意 就是不要 然后被对方轻易的 去挑动 挑拨你们的情绪 去刺 就是刺伤你 对 因为对方 他现在是一个 不太成熟的一个 一个体现 反而是你比他成熟 你要去 你要去带领他 天哪 这一组的宝宝 你们辛苦了 来我来看看浪漫天使 给你们什么建议 这一张牌 展现风情 我再给你们抽一张吧 宗教因素 哎 天哪 这个就是过课题啊 展现风情 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天 上天对你们好不公平 就是 不不不 上天是公平的 你看你们 那我觉得这张牌出来 你们俩肯定是灵魂伴侣 或者双生火焰 就是灵性关系 你们俩就是灵性关系 但是呢 现在对方是一个视觉动物啊 你们要展现自己的风情啊 提升自己嘛 把外面那些妖艳见后比下去 你就赢了 对不起我真的好直白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爱的叙语卡 直接就掉出来了 当做你身边有伴侣 原来是跟你们这一组的小伙伴说的 因为我刚刚在洗牌的时候 它是掉了出来的 后来我想找没有找到 因为 就是这两张牌都是在洗牌的时候 最初第一个洗牌掉出来的 所以说 因为这一组 因为这一个主题 我们问的是复合嘛 怎么才能复合 当做你身边有伴侣 无论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伴侣 你的行为都要像是有伴侣在身边 时时刻刻为他们着想 我觉得这一组小伙伴要成长的 其实还是蛮多 如果说你在之前的关系里面 你没有注意自己的 魅力的散发的话 或者是你没有注重自己的仪表 和自己的成长 那你在这个方面要下功夫 然后你还要 你还得进行灵性成长 就是你还得进行灵性成长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非常浮躁的现实里 你要经得起 经得住诱惑 当做你身边有伴侣 不要去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 为了缓解寂寞 或者是为了忘掉对方 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太多了 不要随便去接受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 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 你要去把这个小公主 给她带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 大天使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Decision 看一下 42 决定 哦 你们这组的小伙伴 你们要做个决定 或许你正试图忽略 做决定的必要性 尝试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方式 消极地面对你的处境 然而逃避 只会加重你心里面的包袱 你的目标也只会变得遥不可及 与其等待问题获得解决 现在是你采取行动 做出决定的时候 问问自己 什么是我真正渴望的事物 什么是信念 什么信念阻碍了我往前进 我是否说服自己安于现状 我是否害怕失败 我是否担心被批判 专注在让你感觉快乐 有热情的事物上 带着良善的喜心动念 坚定地做出公平而清楚的决定 你会为每个人 包括你自己 带来真正的自由与成长的契机 大天使Michael 大天使Michael 请协助我真实的与自己对话 拥抱转变和未知 在责任和自由之间 找到适合的平衡点 我觉得做出必要的决定 谢谢您 来 让我们向大天使Michael 祈祷 祈祷我们做出真正的符合我们高我的这样一个决定 然后这个智慧神域卡是用来和高龄连接的 为第二种的小伙伴抽取一张 那我去连接一下 嗯 这张牌的话呢 是 我为什么要拿开 这张牌其实是想 嗯 它想让你们休息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休息可能 可能不是说什么 就去放下呀 或者是真正的休息 嗯 我连接到的是 我连接到的是放松 然后你在放松的时刻 你在就是你可能是一直以来都神经比较紧绷 我猜的 嗯 那你在放松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的声音会自然而然的浮现 然后你也能够比较好的接收到你的指导灵和高我给你的指示 对 它 它这个让你放松的这个目的是这个 对 然后跟刚刚接收到信息是一样的 好的 那我们这个选择这个花枝精灵塔罗牌的小伙伴的解牌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祝你们复合顺利 嗯 记得来还愿哦 拜拜 嗯 那接下来是选择这个 这个 墨水的这一组 我们的维特塔罗 这张牌我要说一下 这是在刚刚最初洗牌的时候掉出来的一个牌 先爱你自己 意思就是说 嗯 我们这一个整个占卜的 今天这样整个占卜的一个主题是先爱你自己 把注意力收到你自己身上来 那么你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 你做真正自己的时候别人爱的才是真正的你 明白吗 还有就是把注意力收到自己身上来呢 你当你越了解自己 你就能够越能看清楚别人 你就越能够看清楚谁是真的爱你 谁是真的对你好 嗯 然后你会做出 就是在生活各方面你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益的选择 然后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小伙伴 看看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有一点取终人散的感觉 就还挺悲伤的 就觉得 可能这一组的人分开的时间还挺长的 嗯 但是也不一定 但是这一组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点是这一组的人 这一组的小朋友就就还是挺遗憾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你能为这个情况 你们是为什么会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组的新闭石的正位 新闭石的正位 刚刚第二组 刚刚那一组出现了 这一组出现了一个新闭石的逆位 这个你们出现了正位 把这个牌拿开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给我出现一个新闭石的正位呢 难道说你们俩现在是各自奔前程的一个状态吗 或者说是你们 你们是就是协议好 你们要各自分开去成长 然后在一起这样一个状态吗 我来连接一下这个牌 这个牌 它虽然说我问的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 但是这个牌 它竟然给了我一个 一个答案是你们 选择这一组的人 你们会复合的 它竟然给了我是这个答案 有一点意外 有一点惊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还有什么提示 哎呀 掉了好多张 这张牌 圣杯酒 你们其实现在还是一个蛮沉稳的一个状态 我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这一组对对对对对你们你们为什么为什么刚刚会跟我说 为什么刚刚会跟我说这一个就是你们会复合 其实是因为你们现在状态已经 已经已经到了快要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对你们在感情上你们也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我现在觉得可能这个分开哦 这张牌的掉出来可能这个分开是你们可能是在彼此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分开的 对 你们是在彼此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分开的 但是但是现在就是实际已经比较现在实际已经比较成熟了 你们也已经你们双方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说所以说给我这个 嗯我再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其实 哎呀天哪圣杯女王啊 对他是他是说其实你现在还是蛮胜券在握的呀 就是嗯就是说就是说你们你们可能是比较对你们是比较胜券在握的 然后你们现在也已经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对方 该怎么样去唤醒对方心中的爱对 嗯我们再来抽一张牌看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提示 哇塞哇塞你们这组 你们这组 就是嗯保健王牌 意思高龄其实意思就是比较 我觉得我觉得高龄的意思就是已经比较明确了呀 就是说嗯我拿过来一点这有点反光 就是说你看虽然说你们是在比较不成熟的情况下分开吧 但是现在已经就是比较现在情况状态已经是比较好的了 然后你们不管是感情上你们双方的感情上还是你个人的成长上 然后你都已经已经比较你都已经是一个 一个可以再度去开启一段新感情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然后高龄就让你们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就是复合计划 我本来本来本来这个主题是告诉我就是想给你们占卜一下 就是怎么样去和对方复合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好像你们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做该怎么做了 那我就只是纯粹的给一些建议吧 这一组 我们先看一下对方现在的状态 哇塞 哇塞 哎 你们俩真的是 你们俩是天生一对啊 啊 我有种感 我有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组人是不是我之前做我 做我别的占卜的那一组学霸组啊 他 他是 他现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圣杯王牌这样一个状态 他也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开启一段新的恋情了 而且刚刚高领跟我说你们会复合 那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准备好接纳你了 你看这里圣杯圣杯圣杯 这是你的状态 你的状态 他的状态 都是一样的 来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 哎呀 这个先掉出来 怎么会有一个这个牌 天呐 第三张王牌 第三张王牌 还有一个全张王牌没有出现呢 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全张王牌的话就绝了好吗 四元素 你们这一组的人可以开启无限可能 但是这张牌为什么会出来呢 保健酒 这张牌呢他其实是有他提醒我就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你们这一组的人呢就是隐患是比较多的就算是你们复合了也很有可能会就是其实你们复合了这个特别的质量 和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尽了 但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比那种非常难得才复合的人 就更加的不容易互相去珍惜 然后你们的那个隐患会比较多 就是不是说会比较多 是本来你们的就有隐患是吗 然后因为会分手 会分手的人 会分手的人呢 那肯定是负能量多于正能量 那可能就这张牌他有提醒你们 就是在复合之后 一定要注意好好的去沟通 那我建议你们不妨 现在就是去把这些隐患都给排查掉吧 自己好好的去 因为这个是思绪嘛 就是你好好的去做一些 做一些就是看是什么导致了你们分手 对 然后深深的去挖掘 深深的去挖掘 然后 就是那个叫什么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嘛 这样很好 然后这张牌也是有出现 这张牌 这张牌和这张牌一起掉出来什么意思 这张牌的意思是可能会你们会比较放松 你们会比较放松 就是它它还是一个就是给我就是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你们会复合的这样的意思 嗯那我们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那个一个解释啊 保健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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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 保健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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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人他 这个人不是说你们对方的那个人 也不是说你们 就是说这个牌上的这个人 他抱了五把保健走 他使了一些小聪明小伎俩 但这张牌是一个紧失牌 意思就是说可能 可能 复合之后还是很容易 不是复合之后还是很容易 分手而是说 而是说如果说 如果说是 就是不好好的 去经营这段感情的话 如果说是去使一些 小聪明的话可能 就还是会分手就是 真正的导致 分开的原因你们要去 真正导致分开的原因 你们要解决掉 嗯 要解决掉 那我再来抽一张 这张牌吧 又是一个新币酒 这里组牌很有意思 我来连接一下 嗯 这张牌算是挺安慰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 嗯 会 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会是一个很安宁的一个状态 非常静谧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其实还蛮hold得住这些情况的 对你都这些前面所有发生的情况 不管是复合还是分手 还是呃你们之间的一些什么样情况 你你现在的状态确实是比较好 对你现在状态确实是比较好 那我们对你来依依对你来讲一下 就是嗯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叫你去 就是进行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 呃万事俱备之前东风 就是你可能一切的计划已经做好 一些准备 不管是精神物质 还是各方面的 就是你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然后其实你就可以去实行这样一个计划 而且你是呃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这 这一个 这是你吗 这是你 嗯 那我们就把这个人认为是他 嗯 我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 在我们的人际 人际关系交往里面是 属于一个能量互换的法则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对能量都是 都是有所了解的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你是水 你看是吗 这也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牌 哎 说的好像没有 没有哪个里面有人似的 呃 就是说 人往高处走吗 他 你的状态调整好了 是吧 他就来吸你能量了 你看他是偷了 他是偷了东西走的 他来吸你能量了 就是你们的复合 你们这一组的人复合 应该是会取 应该是取决于 你现在是一个 你现在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 非常完美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二次吸引 就是你再次吸引了他 你是用什么吸引他的呢 是用你的能量吸引他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 往回里面都说到 二次吸引 然后我们都说到提升自己呢 提升自己其实就是说 你的能量高了 你的能量好了 对方他感知到了 他又来找你了 他来找你是来做什么 他就是来吸你能量的 那其实在朋友之间也会啊 就是能量低的人会 下意识的去找 喜欢和那个能量高的人 在一起玩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保护自己能量的意识的话 你的能量就是会被对方吸走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一套牌 这一组 这一组牌 其实是 嗯 其实就是一个中性的 就是一个建议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深意的 一 一加九 你看等于十 它提醒你 水满则意 然后你看这里 我们这里也是 这里是十 这里也是十 二十在那个 塔罗牌里面 对 你看这里 这里也是 好 你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一 这里是一个九 这是十 这里是一 这是九 是一个十 这里是一个十 都是十 这里是个一 这里是一个九 都是十 那我们说到是 那个什么 水满则意 月盈则亏 啊 就是 嗯 你们这一次 你们这一次是可以 复合 就是 确实是非常有机会 复合 但是你们一定一定要记住 要去解决那个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那个核心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你们还是会分手 然后那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现在几张牌抽完 我终于明白了 价值观 人生观 你们的三观 你们的三观是 有分歧的 而且 我觉得在感情上来说 三观的分歧是非常的重要 就 价值观一致非常的重要 嗯 这个你们要下去 好好地想一下 思考一下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浪漫天使卡 给我们这一组的小伙伴 来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这一张牌 算了再抽一下 掉了两张 哦 my god 让我还是来看一下 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排 我觉得这个解释的话 就书的解释的话 会比我的解释好 所以我决定翻一下书 所以我决定翻一下书 嗯 天哪 这是真爱 这张牌是真爱 但是呢 这张牌呢 它为什么又会出现 我觉得这个牌的出现是对应这个 对应这些 这些宝剑 这些宝剑 它 它可能会伤害你 就是 不是说这个人 它会伤害你 而是说 可能会受到伤害 就是你可能会受到伤害 天哪 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是真爱 你们是真爱 我要去通灵问一下 那么高龄的意思就是说 高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张牌确实是和这个 就是深层价值观 是深层价值观相关的 而且你们的关系里面 真的会有 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虐的因素存在 但是呢 你们确实是真爱 你们确实 确确实实是真爱 我觉得这一组牌很像夜里关系 就是 不是夜里关系 很像安坏关系 对 你们确实是真爱 也有点像微城吧 我觉得还是更像安坏一点 对 虽然说是有很多的物质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很像安坏 如果说你们能够去跨越这些伤害 对 那你们就会真正的在一起 但是这个需要两个人一起去跨越 而且这个牌是有个三 这个牌是有三个人存在的 我觉得这两个人 你们看一下 这两个人是你们两个 这一个人在跟他们讲解 你们的关系 不是说你们的关系会出现第三者 而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外界的因素 外界的那个声音来 阻挠你们在一起 对 你们反正就是外界的声音嘛 就是价值观嘛 这个也是 我问的 因为什么而分开 出现了这个心碧牌 心碧牌一般代表就是现实 然后心碧石 它一般代表的是摩羯座 那我们摩羯座的那个潘恩 它在塔罗牌里面 它是恶魔 对 你们要 你们要 这一组小伙伴 其实还要 要经历的还是蛮多的耶 我每次拿到这张牌 我真的不知道 从牌面怎么解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蓄语卡 请问给第三组的小伙伴 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 你 你 保持信心 太好了 保持信心 然后刚刚有一张牌掉下去了 是原谅 那我觉得这张牌 其实也是有这个 恶紧紧的抓住过去的伤痛 什么也得不到 然后还叫你们保持信心 那我就教第三组的小伙伴们 你们要保持信心 那个叫什么 第一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 要有耐心 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比较有耐心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叫什么 铁权膜磨成针 铁杵磨成针嘛 要有恒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天使讯息卡 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来看看 直接就出来了 千里之行 向前迈进 还是叫你们向前迈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成长是一段旅程 转变是一段旅程 认识自己是一段旅程 回归于爱和自由更是一段旅程 不论旅程 旅途远近 不论成果大小 重要的是每天都向前进一步 将担忧和焦虑 转化成对创造的热情 对未知的好奇 和对新开始的期许 练习果决 把焦点放回到当下 埋入美丽的种子 信任健康的绿芽 看见更大的计划 见证属于你的奇迹 请记得 你永远都具备跨越的力量 享受你的每一次旅程 现在迈出你的第一步 大天使夏米尔 请大天使 大家可以请大天使夏米尔 释放掉你们对未知的恐惧哦 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可能 也许会把你们吓到吧 对 你看大天使他都有说 就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 叫你 卖出你的第一步 卖出你的第一步 我觉得 这一套牌里面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第一 第一第一第一 就是卖出你们的第一步 这个是你们要卖出的那一步 要有计划 好吗 好的 然后我看一下 对 我们来 智慧神域卡 拿着智慧神域卡去 通歌灵吧 请高灵给一张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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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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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牌还需要我去通灵吗 我想应该是 不需要了吧 那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能够去 我希望你们这一组的小伙伴 今天的牌也非常的神奇 然后 我也非常的希望你们 能够去跨越 俗世 带给你们的 带给你们的阻碍 我最近在看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他里面有那个老国王 他跟男主角讲过 就是说 我们在从小的时候 就会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 但是你在长大的 在你越成长的过程中 生活越会告诉你 你这个天命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你天生就想做的这件事情 它是完不成的 但是其实它是考验 对 它是考验你对你天命的 这样一个坚决坚定的程度 我希望你们 一定要保持信心 保持信心 原谅过去的伤害 可能你们这一组 还是被伤害的挺多的 保持信心 然后坚定的向前迈进 因为你们是 so美 好吗 那我们就 这样子 来 大家合个影吧 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祝你们复合成功 拜拜